女神刘诗诗自从嫁给吴启龙之后就一直积极造人 结婚四年多的时间终于在四月底为吴家添丁 这让一众人都非常的高兴 然而产后不久刘诗诗就被爆出患有产后抑郁 原因则是因为吴启龙太抠 仅花1.2万新台币给爱奇做月子 虽然事后刘诗诗出来辟谣没有患抑郁症 但今日港媒则报道了刘诗诗患抑郁症的可能 原因则是吴启龙之前的月子花费 价值最近高圆圆赵又廷的产女后的花费 两者相比较 刘诗诗要比高圆圆的月子花费少了三分之二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